这个就是绿化脚 如果不贴标签的话 它的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可以瞎子 小护士刚来 压力大 绿化脚量放多了 就这样 我都快变成棺材铺的老板了 天天收拾 走吧 先回站里吧 燕副官 实在是不好意思好 这一场误会忙啊 对对对 燕副官 得罪了 你这事闹的 不好意思 真是 抱手不欠哪 你们再使点劲就把我给打死了 闻伤 鱼哥 真是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真是对不起啊 我们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 对不起 真对不起 别 站长 我 我有责任 我私藏枪支 还买了伪进的书籍没有上报 要不然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误会 燕副官心心宽广 不愧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 那站长 那玉兰还抓 抓不抓呀 还抓什么呀 她也是清白呀 对了 你赶紧把她找回来 你要是找不到的话 我让警察局去找 来 来 我现在送你回家 来 来 舅舅 不用了 我送文川哥回去 这怎么成啊 在这件事情上 舅舅是有重大的责任的 我不把文川送回家 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文川 啥也别说了 你就把这个机会 让给舅舅 好不好 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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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靠边靠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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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受苦吧 对不起啊 佛队长 你说是不是咱们弄错了 这是 你看 廖队长 冻冻脑子 你不觉得延门川 翻盘太完美了吗 是啊 我也觉得有点 如果是我们搞错了 那就低过延门川 他比我们想象的 难对付得多呀 嗯 冻冻脑子 你有点吗 你点我去我一天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你们保命局的人可真坏 对自己人下手还这么狠 小冉 你是怎么知道我出事的 玉兰呗 她给我打了电话 那 她跟你说她在哪儿了吗 没有 没有 哎呀 她肯定是吓坏了 躲起来了呗 温川哥 嗯 你是不是累了 是有一些 天不早了 你也该回去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放心走呢 真要有什么事的话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好好休息啊 我就不送你了 你钱包在哪儿 在包里啊 怎么 你要用钱啊 用什么钱啊 我呀 是要送你个礼物 我是想 虽然你病了 可是你没事的时候 多想我 我 我走了 好好休息 经历了这次可怕的教训 燕文川下决心 要把这个冒失的女同志调走 否则 密室行动很难保证 不会再出问题 零九号 催鸟已脱险 速派海燕回潮 火山 吃点吧 我的大小姐 我已经热了好几遍了 我真的没维告 你就别难过了 也许离这事 你真的有办法能解经燕文川啊 老妈 我可不可以 再去给零小姐打个电话 也好 这样 你心里也就踏实些了 不过要注意安全啊 到偏偏的地方 打这个电话 我懂 我走了 老妈 火山回电了 燕文川就救了 太好了 燕文川虎口多谢 真是我想不到啊 有没有说他是怎么脱险的 火山都没说 既然火山知道这件事情 燕文川肯定没问题 肯定是陈公如爱着雷震山的面子 把燕文川给放出来 不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陈公如可是个老牌特务 不能仅仅因为 雷震山的戳行 就会放掉了工堂的嫌犯 具体的警告 你也要回去 慰问燕文川 回去以后 向他尝个错 太多尝个心 忘了 那我走了 你回来了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当行人起事了 老马说你没事 我就回来了 你买的菜呢 回来的时候掉了 陈公如怎么说你是共产党 然后把你抓起来了呀 你去刺杀人家 人家肯定是怀疑了呗 廖政府到家里搜查 发现了您送给我的新民主主义论 还有一把苏氏手枪 是你刺的呗 又凭这两点他们就抓你啊 这两点 你怎么了 他们是不是对你用刑了 严刑高达 那你没招吧 我倒是想招来的 我又不是共产党 对不起啊 以前是我小看你了 我还以为 他们要是把你抓了 你就会把我供出来 然后把老马也供出来 我要是真供出来了 你们会放过我吗 我就知道了 站长 这是我从医院调的答案 这个护士名叫周美萍 毕业于卫生学校 在校期间加入了三亲团 没有发现什么不良记录 应该没有什么好可疑 站长 这个小护士的工作经历 人际关系 还有今天的所有活动 我们都调查过了 你怎么办呢 你们觉得谁最像内鬼啊 站长 理论上讲人人都有可能 你比如说楼处长 情报处处长 共产党重点策判对象 说不定他就被策判了 你才是共产党呢 你可是从匪区回来的 而且还是匪区的大众 大本营回来的 你才是共产党 人人都有可能 作为我们保密局的人 要恪守两种主义 一是三民主义 第二就是怀疑主义 是 是 那个护士怎么办 人都死了 还扣着她干什么呀 让那个小姑娘找个宝人 把她放了吧 是 站长这是怜香惜玉啊 人情味 你要干什么 把她收好吧 你说的那个贼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啊 可能是我跟小冉睡着的时候 你们俩人睡得还真够死的 能进来都停不见 你 我们不是喝酒喝多了吗 人偷你那么多东西 心疼死了吧 我 我心疼什么呀 我命保住了 什么东西能比我命值钱呢 破财免灾 我想通了 对了 我把你那衣服扔了 我把你那衣服扔了 为什么把我衣服扔了 是你行动的时候穿的呀 我留在家里当祸害啊 真让廖正虎搜到了 那我真是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了 老马说 老马说 让我 向你赔不是 不是你主动的 其实是 我知道 我太莽撞了 不应该去刺杀城公主 我想得不够周全 还害得你受了伤 我知道你想报仇 但你想报仇也不能这么报啊 你应该先报案 然后起诉 再经过法庭上空辩双方的激烈辩论 然后法官宣判 这才是合法的程序嘛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去报案 那到时候审判的不就是我吗 不 我又没让你现在去报案了 你 你不是说 你们的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吗 到时候肯定会成立 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 不就有人跟你做主吗 天快亮了 春山 你说文川的伤到底要不要紧啊 还好 没伤心动骨 我听小冉说 他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跟个雪人似的 这我哥真下得了手 他们保密局就这样 对付共产党他们的原则就是 宁可错杀三千 也不露网一个 对了 幸亏小冉证明文川没有作案的时间 要不然真说不清楚了 对了 你说文川和小冉 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啊 什么 这两个孩子真要是好的呢 我反倒放心了 你是想让文川做上门女婿 其实文川这个孩子 这孩子虽然书生气十足 但是心里善良本分 小冉跟着他呀 准备幸福的 他俩倒是天生的一段 可是我心里总不踏实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你说那保姆天天缠着他 这猫缠了哪有不偷心的 你呀 就胡思乱想了 人家文川哪 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睡觉吧 小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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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文字幕 goodness wi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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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秀 辛苦你了 没伤了元气吧 要是没病 我绝对不会让那帮家伙抢了些 我去晚了 我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进去了 不晚 你看 我这不是 不是好好的吗 对了 保险箱里的东西 我都埋在你们家后花园了 上面查了个树枝做表记 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让拿走 那是你的跑腿费啊 那怎么成 到上有到上的规矩 就是饿死 也绝不能贪朋友的财 唐兄 重义精彩 是条汉子 行走江湖 义字道歉 无义之人 天诛地毙 好 唐兄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 为什么要请你保这个忙 看我们这行的 讲究个嘴言 嘴不言 害人害己 只要你不说 我绝不会问 我不管艳兄是什么人 要做什么事 只要有用得着我唐某的地方 只管说 唐某必定两肋插刀 再所不辞 唐兄 你也得给兄弟我交定了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准备什么时候出院 就这两天吧 躺在这儿 我也腰酸背疼的 下午打完砖后 我准备出去溜达溜达 不过出去可千万要当心啊 言下这时局紧张 街上的警察暗叹 可不少啊 放心吧 只要等我唐某缓过气来 绝使不了手 好 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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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绝对跟很多人 和你转身的 一点和你 有一点 就是 和你发生的 接下 彦副官 彦副官 什么事啊 蔡厨长打电话来 说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 我知道了 那个松本的情况怎么样 这两天都在聊小提琴 兄弟们都快挺疯了 这两天可能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你们一定要加强一加强 是 燕文川的这次表现 确实令我很钦佩 我有个想法 我想把它发展成我们的同志 老马 不瞒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得告诉你 不可能 因为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个人没有信仰 策反他 真的太难了 不是策反 是发展 我准备把它发展成我们的同志 在这方面 我们都要有足够的耐心 一定会成功的 而且 这个特殊的阵务 需要你配合我 喂 是我 太好了 太好了 我马上派人过去 是燕文川 又不破译了 夺取习近档案的行动 马上开始 马上开始 那我们拿到档案之后怎么办 行动结束了三个小时之后 阔山会跟我接头的 拿走档案 按燕文川制定的计划 余力奎等人化妆成警察 来到日本间谍的秘密情报点 松山书店 开许 来 来 来 长官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我们店做的可都是政党生意 有人举报你们书店出售禁书 我们是过来检查 长官 一点小意思 请收下 按计划 鱼力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赶在保密局大队人马到来之前 拿走秘密档案 铲除日本间谍的这个情报点 并且把该下的桃 下载 住 你带着箱子先走 我们在这儿留守 好 你们小心点 把衣服赶紧换了 去门口把牌子换了 好 别留心 等一下 打败了 大地一 怎么 MTV 撤水 东晓官 赵波 集药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我的生命即将结束 为天皇捐躯是我的重要 大日本帝国万岁 圣战万岁 松本五郎向天皇致敬 松本君您是大和民族真正的勇士 掺口性子向您致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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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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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点太牵强了 当然我还有别的证据 就在两天前 我把一个闹表送给了宋文武朗 并告诉他们 从现在开始七十二小时之内 如果你再来 再不交出你的机要档案的话 那你就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我们可真的要给你送中了 宋文武朗 宋文武朗 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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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是装作没有听懂 但通过这两天的观察 宋文武朗房间里 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 几乎都被他扔得满地都是 但唯独这个闹表 完好无损地摆在了床头位上 这证明了什么 证明他必须要掌握时间 在七十二小时之内 把所有的机要数据传送出去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 有意识的证明了 燕副官说的这个圈道很巧妙啊 要是藏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是燕文川提前配好的 用完了可以扔掉 并且他已提前告诉老马 监听室的位置和人员配置 他可以直接开门进入 不是 这松本在病房里面又出不去 他 他怎么跟他的同伙联系啊 坦白地说呢 其实最早我是怀疑行动队中有内鬼 我也怀疑了一些医务人员 因为只有这两种人 是可以接近松本武朗的 但是一个女人的突然出现 改变了我这种想法 什么人啊 这个女人叫 叫程雅芝 自称是美术教授 因为骨折 住进了圣玛利亚医院的骨科病房 在康复期间呢 她经常到医院的后花园去画画 据我的观察 她虽然每天都要到后花园去画画 但她画板上的风景 却只有一棵铁树 从来没有变了 这个女的我已经交谈过了 在江大所有的院校里面 都没有一个叫程雅芝的美术教授 而且这个女人给我画过一幅肖像 画画技巧相当地糟糕 但是呢 我把她画的铁树拍了下来 和那幅肖像一起 交给了江大美术系的聂教授 到她那幅肖建订 聂教授的鉴定结果是 这两幅画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画的 所以说程雅芝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美术教授 我也调阅了行动队对松本的一些监视记录 同时我也看了医院病房所有骨科病人的出入登记册 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就是每次这个程雅芝到后花园画画的时间 和松本五郎拉琴的时间完全的一致 这说明他们之间是有约定的 那这松本了 拉琴跟程雅芝画画有什么关系啊 老马按照燕文川的安排 去医院拿走陆有细菌登岸密码的陆冰子弹 再看一下 蔡处长在松本五郎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 我也派人监听了松本五郎拉的小提琴的曲目 我怀疑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曲子 而是摩尔巴雅的曲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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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